我们笑 我们说 单亲爱有爱有感受 现在因为离婚率越来越高了 所以单亲妈妈 单亲爸爸 当然这样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了 而这些单亲妈妈们在婚姻受挫的时候 如何可以正面地迎向另一段感情 或者我们说第二春呢 孩子会不会是最大的阻碍跟考量呢 还有透过什么样的管道 比较可能会遇到对的人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听听一般的民众 对于单亲妈妈追求第二春的看法 你对单亲妈妈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很辛苦啊 什么都要自己来 要她当爸爸 要她当妈妈 一辈子都很辛苦 你赞成单亲妈妈再婚吗 不赞成 为什么 因为多了就麻烦 会啊 有个人陪会比较好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她这样生天多时 不用再多添麻烦 各位单亲妈妈们找第二春真的很重要吗 好了 那我们现场呢 来了很多的单亲妈妈们 都是非常勇敢的 希望未来可以越过越好的 我们来欢迎各位 耶 另外还有两位这个专家 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是 亲职沟通专家张大光 张老师 欢迎你 亲职沟通专家张大光 同时也是知名童话书刊的创办人 擅长利用创意的方式 与孩子进行沟通 从事亲职教育工作达六年之久 第二位是婚恋顾问Elisa 欢迎Elisa Elisa 现任国内知名 交友网站公关经理 同时也是短篇爱情小说的 专栏作家 今天她将以她职场的专业经验 与我们一起讨论 单亲妈妈如何找真爱 好了 我想呢 这个单亲妈妈们的 心情故事一定很多 那当然了 离开了一段婚姻 自己一定有很多地方呢 要去适应 要去调试的 可是呢 很多人认为说 我如果更正面积极的话 也许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婚姻 就等在我前面 那我先请大家来分享一下 认为因为自己是单亲妈妈 所以呢 我在面对婚姻跟感情的时候 可能会困难比较多的 请举牌 怡君 你觉得困难会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我的前一段婚姻 是因为经济因素 那因为前夫欠地下钱装钱 所以呢 欠你多少 总共其实八百多万 那当我在离婚的过程当中 还债务协商之后 还剩余大概两百多万 对 那当时我爸爸又中风 握病在床 所以其实就会变成是 自己的婚姻 那小孩只有八个月 那曾经在离婚 过一阵子之后 就有人追求 对啊 因为余君看起来也很漂亮 我相信 异性有一定相当不错的 所以有人追求你 那你那时候的态度是 对方 其实对方因为看 我看他对方的条件也是 离婚带了两个小孩 那看着他很爱小孩子 所以我觉得 那因为我的小孩子还很小 我觉得如果趁他小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稳定安稳的家庭 好像感觉也不错 对 所以就想说尝试着交往 可是却没想到 也交往没多久 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 我们不要继续在一起了 就突然之间莫名其妙 所以不要继续在一起 对 因为他跟我说 他觉得我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永远进不了他家的家门 对 甚至于 因为他的小孩是正直青春期 那我们还用了一些方式 然后跟他小孩子亲戚 亲近 结果呢 小孩子没问题了 可是他自己心中的那一关过不了 对 其实我也很担心说 假设在那样的状况里面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对 我也害怕我自己的孩子会受到歧视 对 会受到欺负 所以就不敢想太久 所以怡君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有男友吗 现在有 OK 那这一位他对你的状况都很了解 因为我们是同事 我觉得还是会面临到一个状况 就是像我妈妈就会担心 妈妈会觉得说 之前我就是为爱付出一切的状况 他会害怕女儿再傻一次 所以他就会每天提心吊胆的 那再加上妈妈可能也会不希望说 孩子认为 我自己的小孩 认为好像妈妈 好像去交了男朋友 不要他了 所以也会无形中去帮我 去约束我的一个行为 他就觉得说 你自己要认清楚你自己的身份跟角色 那包括我当初投入职场的时候 然后我也曾经被我自己的主管警告过 怎么说呢 他干嘛警告你 你失婚 离婚 我知道你很open mind 你很健康地面对这一切 可是你失婚的角色 你的状况 我劝你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不要提他 不要去坦白说你自己是离过婚的女性 他认为这样对你不利 对我会不好 因为在可能在工作里面的过程中 因为我的工作 因为我是做物流业 所以那环境里面都是男孩子比较多 那他觉得基于保护我的一个立场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这种事尽量不要提 OK 好 谢谢怡君 南海地你已经离婚多久了 离婚十年了 在十年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可以交往的对象 有 我离婚的时候是因为一些家暴的关系 然后就是干离婚是独自搬到公司宿舍去住 那工作上也是面临到一些排斥 因为单亲的家长在 女性在工作上会被比较 然后比较吃亏一点 然后就是经过同事的介绍 朋友介绍就是遇到一位男性 他要追求 然后可是因为也是后来介绍家庭跟家庭之间的时候 对方的家长没办法包容有小孩子 就是如果说单亲需要结婚的话 你就必须要跟小孩子分离 然后后来因为这关系说 我们没办法继续下去这样 因为也是有买房子 然后前夫有欠下租债 然后就是财务上 对女性比较不公平 就是说政府规定说 夫妻房屋对保的时候 他必须查封女方的财产 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刚好 对会就是轻一点点卡载在走转 然后就是有接触到家福机构 对家福机构他就是有每个月帮助小孩子 然后一些食物的供应 我们才能够走到现在 那你现在还会想要追求婚姻吗 或者是有一个伴吗 我现在还是会想 不过目前我会先把小孩子先搞定 她的经济能力 因为我觉得找寻真爱 是大家都很想渴望的 可是当亲妈妈要如何能够有正确的方法 然后资源能够独立自主 因为我觉得现在女孩子 不一定要靠男孩子 对对对 可是女生要能够独立自主的话 必须要自己要有所成长 然后才有能力去选择真爱 而不是让真爱来选择我们 这是我觉得 好 我们给海地掌声鼓励一下 佳涵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离婚多久了 离婚七年了 刚才我们听到两位 这个现场的女性朋友的这个分享 你觉得作为一个离婚的妇女 单亲的妈妈 在追求另一段感情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就是 请问你觉得单亲妈妈 第一个遭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 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吧 工作方面的问题 因为他们要顾虑小孩的时间 所以要选择工作 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弹性 时间不太够 因为她要去赚钱两个家 然后又要去照顾小孩 我觉得时间不太可能够用 应该是他们自己小孩的感受 他们小孩可能会受到一些 会生会的周边会生会的影响 而影响他们的成长力 单亲妈妈好辛苦 教养佳季亦健康 然而他们到底还会面临哪些困难呢